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又到了老杨说故事的环节 民国初年私访的故事 有意思 到处的天高皇帝远 地方自治的盲点和误区 在这样的盲点之中 官匪身份转换 一手遮天蔽日 另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刻画和写照 当然如今当下这样的故事发生率 理应少了很多 但在很多地方或者若干地方 多多少少有很多的相似性 大家可以对好卢作 介绍的也是小林小说 小说的名字就两个字 叫私访 私人访问 说的当然也是民国年间的事 准确的说是民国五年 某个省 有个厅长或者民事厅厅长 姓黄 黄厅长突发奇想 派他的事务科科长张子云 回老县 老县是个地名 公常张知无所谓的知 不知所云的云 张之云 张之云回老县 以民察官的身份 记录三十年前熟人老四 如今怎么了 这叫私访查民情 走基层 有意思 民国政府怎么有这样 应该是属于北洋政府管制的时候 这叫突发奇想 这位张之云 十二岁 随家人迁徙外部 有三十年 没回老家 没回村子了 疑似夫 张之云和事务员小侯 兵分两路 自己去老县的县府 小侯直接去下坎乡的老村 话说张之云一路颠簸 到了老县府 得知县长在家养病 是由县政府刘秘书接待 张之云问县长何病 刘秘书说 头晕病 坐凳子上就天旋地转 只能躺着 但是老县府 没有地方割床铺 估计那个县也不大 县长只能回家躺在床上办公 这也很奇特 叫什么什么综合证 迷你系什么综合证 一看了凳子就晕 一时后张之云就跟刘秘书 把来历 来历说了 这是奉省政府某厅厅长之命 来考察民情 刘秘书赶紧跑县长家禀报 县长一站起身就呕吐 来不得县政府 包了一桌韭菜 就让刘秘书代为接风 礼仪造就 张之云还是很熟悉老县的情况 他问了很多的问题 老县的老戏台还在吗 当年那个是最乐闹的地方 王家戏班怎么了 那一年去刘帝主家唱堂会 刘帝主家丢东西 不知道后来如何 夏侃乡杂货部蒋氏还活着吗 他熬的老堂好吃极了 不过总有人设账 他天天吵着要关铺子 夏侃乡一枝花 许寡户现在老得不成怎么样子了 他说有个儿子 老城老村人都说他扯法 老村盗贼张二金露了狱 出来又做了什么营生呢 刘帝主要娶五个老婆 后来真做出来没有 然后老村贩子的贩马的大成个儿 盖起宅燕梅 夏侃春最能吹牛的张一首 练成了神掌镇江湖没有 还有爱读山国的小六子 当官了没有 张年刀和刘浩贩 两家结仇 这些年过去讲和了吧 落草的刘垂现在如何 老村无路 如今修路的没有 老村无一 如今可有梁钟 老村的春南吐蕃有赏马 每年抢秋伤人吗 老村讨换教杰帮 散伙了吗 了如指掌 事先做了功课 我估计是方志办这类的 刘秘书回答 老戏台 老戏台改成戏楼了 王家班和了张家班和柳家班成了远近文明的大戏班 刘秘书把问话做了记录 顶报县长 县长命他找夏侃乡的老鱼回答民察官问话 老鱼在乡公所烧水老是旧人知道的多 那叫地保方志办 住乡公所的办事员 平时没什么事干 烧水 县长给老鱼五块银扬 来县政府回话属于公差 五块钱是出差的差礼费 老鱼头烧了一年开水 也拿不到五块钱 钱揣在兜里 激动的浑身颤抖 见到伟大领袖也都这样颤抖 见到钱 老鱼一似乎跟着刘秘书进来 坐墓凳上说 开始回答了 刘帝主家丢的东西找着了 也就没把戏班的怎么样 蒋氏抽老烟中 客死了 杂货铺新掌柜是他儿子 如今还奢账 乡里乡亲和气的呢 老鱼说到这儿 看了一眼 刘秘书喝了两口水 接着又说 许寡后还活着 他儿子当了官 眼下享福了 张恶金出监牢 浪子回头金不换 种地打猎 日子还过得不错 刘帝主家训不许纳气 娶了五个妻子 他就吹牛说了 刘帝主家的家训说 不准纳小老婆 说娶五个老婆是吹牛 大个城贩马 挣了钱 盖了宅院成了夫妇 张一守徒弟众多 名号不小 小六子刘阳 在外省当了官了 张年刀和刘好饭 这对仇家成了亲家 儿孙满堂了 好 老鱼头 喝了一口水 继续说 刘垂被县政府劝说改了邪了 如今在养马呢 老村十几年前修了路 如今有一堂 南山坡 响马被县政府劝下山 如今没人能抢丘伤人了 老村是县府新生活运动的模范 早就没有乞丐了 早年间叫接小调 多少年没人唱了 老鱼头哗哗哗了 说了一大堆 你想听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张之云心里暖暖的 一笔一画记下了老村的人和事 等着小猴回来 两人核对 好了 三天之后 小猴回到老县 两人对着笔记 老鱼头说的跟小猴实地 查访一致 张之云高兴地说 真想回夏侃村老村去看看 如今有路有衣 还有戏楼真是不一样 若不是担心被老邻居认出来 影响私访民察 我真想亲身去趟老村 小猴说 科长你忙的事情多 去老村要翻山越岭 耽误时间 张之云拍拍小猴的背囊说 在夏侃村买到土货了 背囊怎么就鼓鼓的呢 小猴回答 我喜欢骑驶 路上捡了几块 这一路也真的累了 困得不行 两个人洗了把脸 躺下就睡着了 到了淡夜 小猴被人推行 只见一把手枪顶着胸口 小猴下的睡意全无 惊叫一声 科长你这是干啥 张之云手指的小猴的背囊说 你剪的石头 怎么变成白花花的银盐 小猴咕噜下床 跪下哀求 科长你牢了我吧 讲须心里话 老村一个人都没了 成了无人村 那位不敢建立的县长 就是总独山国 想当官的小六子 当年他勾结 蓝土坡山上的赏马 敢杀全村人 不走的人活埋 如今老村 改成了马场 正的淫言无数 小六子上下打点 从清末 到了民国 已经做了十多年的县长 罕见 张之云惊问 你怎么知道这些 小猴说 我在下坎乡碰见了 恰巧碰见了 老村教接邦 老村人除了刘地主 和小六子家 余下都成了教花子 刘地主 娶了王家班 两个蛋绝 做妻 王家班的班主 被下了大狱 死在狱中 盗贼张二斤 是县长的岳父 做老县邦堂 堂主的大作 他弟子给了我三百大洋 将科长问的 旧人老师告诉了我 逼我和老鱼口风一致 张之云追问 你还听到些什么 小猴说 开铺主的蒋事 被堵铺子里烧死了 羊马大个城被活埋了 那个刘秘书 就是许寡户的儿子 他不听母亲劝告 跟上了小六子 活活把母亲给气死 张之云说 怪不得 看着脸熟 长得跟他妈 真有几分的像 张之云随即的吩咐 小猴灭灯 这客店不能住 连夜走人 小猴说 我摸黑去趟茅房 张之云等小猴回来 一边收拾东西 忽然发现 小猴上了茅房 带走了所有的银盐 张之云摇头探袭 钱啊 钱啊 人就溜不过钱 张之云掏枪 要往外走 却发现房门 被从外头插死 怪异的客店门 半黑半白 龙烟 从门缝里挤了进来 有人在外面点火 张之云见客店的顶棚 有透气的天窗 心想 人嘴人心 天差地别 幸好老店开了天窗 若逃走 必让世人知道 村庄没了 突然 天窗掉下一个人 眼里看是小猴 他已经断了气了 张之云不指望从天窗出了气 他将一盆洗冷水浇到头上 拼命的踹裂大门 先扔出一张凳子 然后扣动扳机 啪啪啪 打了几枪 冲出门外 故事在这里杀笔 多么的迂回曲折 就是个小地方 小林小说 版前所有 为者必究 文章内容 为艺术创作 千万不要模仿 第二 民国年间 春末清末民初 天高皇帝远 总有这样的事 历发生 叫动荡岁月 官匪身份转换 应该是常有的事 总也能够欺上南下 造得住一方风水 逍遥自在 虽然这是一篇小说 但多多少少也有现实生活收集的人和事 杜撰 是杜撰不出来的 第三 动荡岁月 战争年代 这样的侦察不进水泼不湿的土围子 这样的官匪一家 这话不分彼此的老县城 理应不多 但绝对不是没有 官府私房处 惊天动地 害人听我们的往事如烟 真是死料不及 第四 张之云 算是体制内的正派人 小猴就不算了 剑前掩开 剑材生邪 所谓的故事最后 小猴也断了气 那么究竟是谁 企图加害于张之云 没有交代 或是小六子现场 或是小猴 他给我们留了一个悬念 第五 那个年头百姓树烟求助 得到的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噩梦 得罪的官家 幸运难保 现在好多了 顶多顶多 你就是个上访户 我以维稳对象 顶多顶多就不理你 因为看得你心烦 顶多顶多就是给你一个手机 回一个滚子 他要你都不理你 连这个滚都懒得给你回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沿上 多顶多顶多顶多 连这个温暖 都行 巴掌 掌 多顶多顶多 10 Hej incomp